他是一名人类学专业的博物馆研究员 他研究出一套物质交换模型 从电影方式域的背景道具 看出清代走向亲父的命运 那么为什么这个机房这么一个织布应染的这么一个空间 被大侠成为一个徽侠武艺的一个很重要的场所呢 套用这个模型 他还推导出汉民两朝走向灭亡的根源 汉朝经济运行的这个轨道上 一些判断上的这个失误 其实给自己埋下了一条很重要的这个隐患 这个模型究竟是什么 博物馆研究员如何借助史料与文物 建立起器物与历史变迁的关联 世纪大讲堂 蓝染部与清末政治正在播出 学术殿堂思想盛宴 欢迎各位来到世纪大讲堂 我是主持人田童 我们今天的演讲嘉宾呢 非常有趣 非常年轻 他是一个80后 却被称为是博物馆里的人类学家 因为他从研究生毕业之后呢 就开始在上海博物馆 研究工作到现在有十几年的时间 他一边凭借着工作之变 研究着博物馆里大量的真实馆藏 那么一方面呢 他也游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去做乡野调查 所以他自己也是研究出来了一套全新的 关于人类历史变迁的一个逻辑框架 可能我这么说 各位会觉得有一点点的难懂 我举例子你听啊 比如说呢 他从吴越青铜剑 发现周代的江南啊 原来是一个大矿区 从汉代的博山炉来探寻秦皇汉武的修仙之路 所以呢 听完他今天的演讲之后 相信各位对于历史也会有自己的观点和脑洞打开 先来认识他 他是张经纬 人类学家 作家 上海博物馆馆员 一个走遍全中国的80后 深入研究文博 历史与艺术 关注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发展 出版有四宜居中国 东亚大陆人类简史 博物馆里的极简中国史等著作 今天他将带我们从 蓝染部与清朝兴衰的关系 探寻物质经济 与人类政治的相互作用 来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演讲嘉宾 张经纬先生 张老师你好 欢迎您来到诗纪大讲堂 刚才我们在开场的时候说到 人类学家这四个字 我们一直在想象当中的人类学家 应该是这个白发苍苍两鬓斑白的那种 没想到今天请教的是一个如此帅气 如此年轻的人类学家 那么究竟人类学家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科 我们觉得特别的好奇 人类学这个学科 希望能了解人类的起源 这是我们往大了说 往小了说 我们中国现在东南西北 有各种各样的少数民族 汉族也有很多的不同的省份 大家生活在我们今天的中国 这么大一个区域里头 那么这么多的文化 这么多的历史 如何碰撞交流在一起 这都是我们人类学 尤其是人类学家 特别希望研究 特别希望关注的这么一些话题 那您被称为是博物馆里的人类学家 平时在博物馆里的工作和实际人类学的这方面 是有很多的交流和沟通 还是说有不一样 需要去学习来进行补充的 我们知道在博物馆里陈列的这么多的那些文物 它实际上是在比如说两三千年的时间里面 都慢慢地流传下来的 但是这些文物 它在一个原生的环境里头 在它被制造生产 然后流动运输的这个很大的这么一个网络当中 它是怎么样来流传的 这个不仅仅是在博物馆里 在博物馆里头看这些冷冰冰的文物 我们是不一定能学到的 所以我需要回到日常生活 回到乡野乡间去 了解这些文物 在原来的这么一种状态里面 在自然的日常生活的状态里面 它是一种什么状态 看待这些文物是从哪里来又去到哪里的 这是因为您走了这么多的地方 实地考察 还有在博物馆的工作经验 您知道张老师他的研究的一个逻辑非常的独特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他从东汉壁画看草原部落的崛起之路 从这个唐宋茶语词 看福良茶叶如何改变唐宋的口味 我们感觉完全不相同的两个地方 被你串联在了一起 然后讲故事给我们听 你是怎么样发现这样一个奇特的视角 这个就有点像我刚才跟您交流的时候说的 就是这些东西我们现在看待博物馆里 可能是一个比如说放茶叶的一个罐子 它里头的那个茶叶可能已经随着2000多年过去了 茶叶都已经腐烂遭袖了 但是在博物馆里放的就是这么一个罐子 但是我是带这种想象力 我们可以把它称作人类学的想象力 我想象那个大的茶叶罐子里头 它还是装着茶叶 那我顺着这个思路我就去寻找 这些茶叶是从哪里来的 在哪个茶园里头生产出来的 那根据这样子的从茶叶罐 空空如也的茶叶罐 我脑补了很多 它从生产到运输 到一直被我们消费 变成很多的这种有趣的 这么一个食材的这么一个过程 都在我脑补当中全都呈现出来 那么我通过这样一种方式 我就慢慢地把这么一个冷冰冰的 一个固体固态的 这么一个博物馆里的文物 把它变到了和历史的脉络 联系在了一起 那么这样子一个过程 可能就是促使我写出 这个书里头很多故事 很多我们原先认为并不相干 天南海北不同的 这么一张网络上的不同的星星 通过我的这种想象的方式 我把它全都联系在了一起 所以这样的话 有故事的承载 让我们更加爱历史 更加爱文物 在看的时候 也会给更多人来讲述 其中背后的故事 是的 来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演讲家庭 带来他的脑洞大开的故事 掌声欢迎 今天很感谢凤凰卫视 给我这样一个机会 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博物馆里看到的 这些文物背后的故事 我今天想给大家带来的 就是一个关于蓝染部 和清代的命运的 这么一个 好像两个关系不是很大的两件数 怎么样用一个故事 把这两件事情给它串联在一起 关于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 你看我们涉及到了 清末的这些政治 清末的整个这样子一个历史的进程 我们头脑当中对清代的整个历史 可能还停留在中学课本里头的一些知识 我们知道关于清代 为什么最后结束了我们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 封建王朝的这个历史到清代就告终结束了呢 我们传统上有这么一些观点 比如说我们认为清末的时候 这个政治相对比较腐败一些 另外一方面我们认为说 在两次鸦片战争打完以后 中国面对各种各样的西方列强周边的这些势力 它都已经有些束手无策 那么还有人认为说 从这个经济的角度上来理解说 鸦片战争以后 由于中国需要大量赔款给西方的这个列强 每打输了一次仗以后 就需要给他们提供很多的这些赔款 这样种种原因导致了整个社会的 这么一个糟糕的这么一个状况 那我今天想要给大家带来一种 不同的这个视角来理解 那我把这个视角称作 物质交换的这样解释模型 这个是和我学习人类学有一些关系 我们讨论的问题呢 是从生产交换的角度 一个东西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然后谁又把这些东西带到了什么地方 从一些非常日常生活的角度 来理解历史 理解文化 那么这样子一些主要的观点呢 我怎么样把它说明白呢 那我接下来将用两个案例 简短地把我们这个物质交换的模型 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模型呢 就来自我们古代的这个两汉时期 我们知道从这个图里面也可以看到 说两汉时期啊 汉朝北边有很多的这些匈奴人群 然后还有其他的显卑啊 乌环等等这些人群 那么对汉朝政府来说 他们认为这是一件很头痛的事情 那怎么办呢 那么汉朝政府啊 就从他的边疆大利的周边 就听到了这么一个消息 他可以把原先用于边疆防守 给边疆将士的那些粮草军饷 提供给显卑人群 然后由那些北方边境上的人群 来替代他们进攻匈奴 那么皇帝吸收了这么一个 比较好的这个建议以后啊 他就在边关开设了很多的这个市场 吸引北方来的这些游牧民族 替他们替汉朝来从军 进行这个边疆的保卫工作 那么这张图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是汉代的一张壁画 上头就写着有很多的这些 少数民族这些显卑人群啊 来到了汉朝的边境上 帮助他们进行军事的一些行动 那么这样子一个很大的设想提出了以后啊 对汉朝边境也产生了很大的深远的影响 汉朝用自己的这个粮食 去供养了一支雇佣军来替自己打仗 当这支雇佣军已经足够的 能够把匈奴全都赶跑 建立了自己的这么一个领地以后 汉朝发现自己曾经的这个帮手 自己北方边境上的这些匈奴 显卑骑兵 有曾经是很有益的雇佣军 现在变成了汉朝自己的很伟大不掉的一个敌手 那从这个故事我们看到说 对于这个国家 对汉朝来说 他原先想的很美妙的这么一个场景 在随着国家的这个粮草 从这个自己的边境将士 转移到了显卑人群的时候 其实给自己埋下了一条很重要的这个隐患 那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到说 正是汉朝他在自己的这个经济周转 经济运行的这个轨道上 有一些判断上的这个失误 最后呢导致了汉朝的终结 依照物质交换模型 接下来张经纬将带我们一起探寻 明朝终结的根源 一旦当这个国家出现了这个经济下滑 它的收入不足以支持 它的对外或者是对内的种种的 这些经济活动的时候 它就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 以及清朝中末期 经济问题如何最终导致国家衰败 随着中国的闭关自首 贸易这把双刃剑 导致了中国的这些产品 也没有办法进入到国际市场 世纪大讲堂 蓝染布与清代政治命运 下节回来继续讲述 上一节博物馆里的人类学家张经纬 为我们引入物质交换模型 以此分析汉朝终结的经济根源 汉朝经济运行的这个轨道上 一些判断上的这个失误 其实给自己埋下了一条 很重要的这个隐患 接下来他将用这个模型 分析明清灭亡的根源 一个王朝走向他自己 末路的很多的原因 全都是可以被经济发展的 这么一个大的脉络来解释的 世纪大讲堂 蓝染布与清代政治命运 正在播出 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案例 这个案例相对比较离我们比较近 跟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主题 就是清末的这个问题 也很有一些关联 那么就是在清代 他们还要在崛起之前 那个时候 还是中国的明代的中晚期 在这个时期 中国的南方有很多和西班牙人 葡萄牙人进行贸易 获得了大量的资产 然后他们用这笔资产 前往北方购买了生活在中国 现在东北的这些女真人群的 很多的那些物资 比如说有 图上我们可以看到 有很大的珍珠 当时称作东珠 还有人身 貂皮等等这些物资 他都从北方购买 购买了这些物品以后 当然这个明朝他觉得说 自己获得了这么多 很有益的奢侈品 那丰富了自己的市民生活 但是对于这些北方的人群来说 那也对他们的社会 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当这些北方的人群 原先是三五一群 不超过一百个的小群体 在明朝的这种物质欲望推动底下 他们结成了很大的贸易联盟 变得非常的有组织有规模 那么他们每年都把很多的人参 陆融这些物品 运送到明朝的北方边境上 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都和睦相处 贸易进行的双方这个交易的 非常的融洽 但随着贸易的加剧 有越来越多的人生 越来越多的貂皮 陆融这些东西 来到了明朝的边境上 总有一天 明朝终于发现 自己每年国库 还有税收获得的这些大量的白银 全都流入到了 逐渐兴起的女真社会当中 自己最后甚至没有钱粮 来给自己的边境上的 束手的这些士兵发放粮响 最后的结局 我们也都知道了 这些来自北方边境上 曾经是明朝很重要 贸易伙伴的女真人 就是满族的祖先 他们通过和明朝的这些贸易活动 自己壮大起来 形成了一支非常有组织 有纪律的这么一个军队 最后通过明朝长期 给他们的资助 又推翻了明朝 自己建立起来的 北方防御体系 从这样子两个案例当中 我们可以得到这样子一种思路 就是说 我们怎么来判断 一个国家 有没有走在正轨上 有没有走到一条 符合自己发展的道路上 我们有一个标准 就是一个繁荣的国家 就好比是一个成功的企业 这个国家当中 只要它保持收入大于支出 我们从经济学的处理来说 就是收支平衡 收入大于支出 那么这个国家永远都走在繁荣的这么一个道路上 一旦当这个国家出现了经济下滑 它的收入不足以支持 它的对外或者是对内的种种的经济活动的时候 它就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 它的整体的经济就开始下滑 那么通过这样子一个模型 我们就发现 我们过去认为一个朝代 一个王朝走向它自己末路的很多的这些 比如说政治啊 政治腐败 或者经济下滑 军事不利等等这些原因 全都是可以被经济发展的这么一个大的脉络来解释的 你只要是经济发展好了 你的军事也可以提高 你的文化也可以得到很好的发展 那么一旦你经济下滑了 你其他东西也就不用说了 那我们开始带着这样子一种思路 用这种物质交换的这种思路呢 我们就可以来看我们今天这个很有意思的这个主题 就是清末的这个政治 我们头脑当中已经有了这么一种物质交换的这个视角了 我们再来看看清朝发生的这些故事 我们知道在清朝的这个末期之前 那就是清代的中前期 这也是清代经历过的一段比较美好的黄金时期 但这个时期啊 实际上在末期种种出现的这种状况 在中前期已经现出了这个端倪 我们知道在清代的前期的时候 由于清代他对南方的这些边境啊 有一些焦虑 所以呢他关闭了这些南方的这些对外的这些口岸 实施了一个闭关自首的这么一个政策 他只是在广州这一个地方 保留了叫十三行的这么一个很小的对外贸易的这么一个机构 其他的呢 北方 其他的整个南方 那个浙江啊 福建 广东 广西等等 他都把口岸关闭起来了 那么这样一种闭关自首的这个政策 对清朝自身实际上也是一把双刃剑 他一方面当然可以为清朝带来局部的这个安定 但是呢 这把双刃剑也砍伤了清朝自身 我们知道在中国这个南方从南宋开始 实际上我们很大一部分经济的这个来源呢 就来自对外贸易 在这个国际的贸易市场上 这个很大的舞台上 有三样东西是中国对外输出 对外贸易里头最重要的三大宗产品 一个呢 就是瓷器 这个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名称 这个China也是从瓷器里来的 第二个呢 就是丝绸 我们称作这个中国称作一个丝国 实际上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通过这个丝绸之路 向西方运输了很多的这些丝绸这些产品 第三个呢 就是茶叶 茶叶也是中国对外出口 对外贸易过程当中 最重要的这么一个三足鼎立的物资之一 随着中国的闭关自首 你不让西方的这些产品进入到中国 那么贸易这把双刃剑 导致了中国的这些产品 也没有办法进入到国际市场 互相伤害嘛 那么种种这些就导致了清朝后期出现的 一些文化交流等等和西方之间存在了很大的鸿沟 闭塞就这样子出现了 我们说这个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那么一旦中国从国际经济舞台上 慢慢的就退到幕后了 他从前台走到了台后 把自己隔离于逐渐兴起的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出生以后 原先中国所占有的瓷器丝绸 茶叶这些重要物资的市场 就被另外一些长期等待的这些新兴市场所夺取了 其中我们说的中国的丝绸 就被中国的东方邻国日本取代了 日本通过和西方的一些海洋贸易上的一些交流 慢慢的把它本国生产出来的这些丝绸 取代了中国原先南方这么多省份的 制造出来的这些丝织液的这些产品 这种状况不仅仅是在清末出现 它一直持续到了我们后来说的民国时期 我们知道有一位很著名的中国的一个人类学家 叫费孝通先生 他的姐姐就是在民国的时候 要重新振兴中国江浙一带的丝织液 他甚至跑到了日本去学习最先进的丝织技术 然后把它引进回中国 你看中国闭关以后 导致了这个丝织品的这个落后 甚至这个影响要超过了一两百年的这个时间 我们继续说另外一个 中国的第二项大宗的这个产品 这个就是瓷器 中国原先的这个瓷器生产 几乎是整个世界上一碗 或者是一壶难求的这种最重要的奢侈品 大家都这些西方贵族 都以获得中国的这些瓷器为荣 这些很多的在明末就已经出现 这些西方的家族贵族之家 他们拿着自己的那个族灰来到中国的景德镇 要求中国的这些制造者给他打上族灰 然后再运到西方去 但随着中国退出了这么一个世界经济的这么一个舞台以后 那么这也给了西方欧洲本土的一些瓷器制造者提供给他们的一些机会 比如说在法国就出现了一个瓷器的一个品牌叫塞夫勒瓷 在德国出现了一种叫麦森瓷 英国则有维奇伍德这种新兴的这种瓷器就出现了 这样一些瓷器啊 现在如果大家到中国的这些博物馆 比如说到我们上海博物馆里面也可以看到 这些外国的这个瓷器 他们兴起的时间相对较短 我刚才说的这个法国的塞夫勒 英国的威奇伍德这些瓷器 他们在国外 他们生产起来占据市场也是不超过200年 250年的这个时间里面 你看我们把时间线对一下的话 正好随着那个250年以前 正好是中国的这些瓷器退出了世界贸易的这个舞台 然后这些西方的本土的瓷器就逐渐兴起了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茶叶 茶叶中国原先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产品 那一开始呢 随着中国那个退出了这个舞台以后 先是荷兰殖民者 他在印尼的爪哇 他设立了茶厂 最后呢 这种茶叶的生 那个在市场上很受欢迎 然后英国的这些茶商又开始在东印度的阿萨 然后斯里兰卡等地开设了茶园 我们今天很有名的一种西兰红茶 实际上就是在18世纪的时候 由英国的商人从中国的福建这些地区 引众到斯里兰卡去的 那么今天这些 这个斯里兰卡还有阿萨红茶等等 这些中国以外的品牌 仍然在国际市场上和中国保持一种竞争的关系 我们已经说完了 中国由于闭关锁国的这个政策 导致了在这个国际市场上 逐渐退到从台前退到幕后 丧失了自己原先很有利的这个地位 我们所说 我们说的这个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不仅仅是退 别人还要继续进 那么由于中国的这个 这些物资产品 没有办法进入到国际市场 那么国际上的 随着这个鸦片战争以后 这些西方生产出来的这些物资 在面对中国的本土的产品的时候 就反而他们也具有这个优势 因为中国在两百多年的时间里头 没有进行自身的这些产品的更新 在产品的生产 然后制作的工艺上 都逐渐落后于世界主流的 这种生产的这些渠道 那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是 清末的时期 这个土部面对阳部的时候 就面临了很大的这个困境 中国在当时有一些有识之士 这个维新人士 他对当时整个西方 这些阳部进入到中国市场 表达了自己的这个痛心 有两位 一个是那个郑观印 他就说 自从这个阳沙阳部进入中国以后 中国的这些本土的生产出来的土部 这些染料等等 有一半 近半数以上50%的这些市场 都已经让位给了 这些从几个通商口岸 进入到中国本土的这些洋部洋货 那么这个在当时来说 是一件很严重 对这个维新人士来说 也是一件很痛心的这个事情 那么他如果说 这个只是他们 从官方的角度 从很大的国家宏观经济的角度 来看待这个洋货 对中国本土的这个影响 那我们下面呢 将看到的就是 从一个很微观的角度 从一个生产 普通生产者 普通市民的这个角度 他也对这样子一种 这个洋货入侵中国 表达了 有一种很深有感触的 这种体验 电影《方氏狱》中 哪些细节透露出清代 正在走向衰败 普通的这个应染工人之间的冲突 就是对很大的 洋货入侵中国市场 局部的一个回应 而蓝染部 又与清末政治的动荡 有哪些关联 国家的那个重复将成为压垮 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他们就走上了太平天国 推翻清朝统治的这么一条道路 世纪大讲堂 南染部与清代政治命运 正在播出 上一节 博物馆里的人类学家张经纬 用物质交换模型 为我们分析了 明清两朝衰亡的根源 一个王朝走向 他自己末路的很多的 这些原因 全都是可以被 经济发展的这么一个大的脉络来解释的 接下来 他还将脑洞大开 看看经典影视形象 方世玉 与清末政治的关系 那么为什么这个支部 映染了这么一个空间 被大侠成为一个 挥洒武艺的一个 很重要的这个场所呢 世纪大讲堂 蓝染部与清代政治命运 正在播出 那我们下面要看到的就是 有一个很有趣的这个故事 就是来自中国的这个武侠影片的这个经典 方世玉的这一系列的故事 我们知道方世玉 他来自 他自己有一个家庭 然后他的母亲 是叫苗翠花 对吧 那么他们这个是清末 很著名的一代大侠 那么他们在这个家族史的过程当中 把他们奠进成中国武侠电影当中 很重要的人物 实际上是和当时清末的生产物质交流的 这个网络渠道有很密切的关系 我们说这两位人士 这个方世玉 还有他的母亲苗翠花 那么他们是一个虚构的这么一个人物 他们的出点呢 是来自清末的一个小说叫 圣草顶圣万年轻 这样一部小说里头出来的 这是一个虚构 纯虚构的一个小说 这个小说的故事主线是说 乾隆下江南的这么一个事情 但是这个故事里头 火的不是乾隆 火的是方世玉 他们这一大家子 他们这家子都是干什么的呢 他们这家子都是卖布的 这个故事里头说他 方世玉的父亲方德 是一个绸缎商人 他在广州开设这个店铺 经营各省的这些丝绸布匹 其中很大一部分 也是包括我们今天演讲的这个主题 就是印花布 这是我们可以说 有钱人家贵族 这个士绅 他们可以穿这个绫罗绸缎 对于普通百姓来说 对他们最重要的衣服的布料来源 就是印花布 就是用一种蓝色染料 就是说的蓝电 北京有个地名蓝电厂 也是从这个蓝电里面来的 这样一种物资 物资染成的这样的一种布匹 是当时整个中国南方 非常主流的这样一种布料 这样一个故事 它实际上并不是空穴来风 凭空而来的 想象出来的这么一个场景 这个故事的这个场景 这些景象被后来的香港电影吸收了进去 在几乎所有的方施玉影片当中 都作为方施玉这个大侠 他行侠仗义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这么一个场景 那么为什么这个机房 这么一个织布硬染的这么一个空间 被大侠成为一个挥洽武艺的一个很重要的场所呢 我们可以看到说 在清末的这个中国 我们结合前头已经说到了 这个羊布和土布之间的这个竞争关系 它从宏观的角度上来说 由于中国本土的那些布匹 受到了外来洋货的冲击 国家每年的税收 就有很大的这个下滑 因为它税收有很大一部分 就是由这些普通生产者 染布织布的这些普通的工人 还有山区里头进行这个蓝电制作的 这些染料加工的这些工人来提供的 当整个市场面临萎缩的时候 对于普通的这个生产者 他实际上也受到了这么一个市场不景气的一个冲击 这些普通的工人发现 原先自己每年行销海内 这个卖的很好的一些布匹 现在呢 也卖的没有像以前这么好 甚至逐渐出现失业了 那么具体到方氏玉这个故事 它里头的不同机房之间的 这些普通的这个应染工人之间的冲突 实际上 就是对很大的洋货入侵中国市场 土部滞销的很大的这么一个体系的一个 局部的一个回应 那从微观的这个角度上 我们再来回到宏观 清末的时候还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 对清朝统治有一个很大的冲击的一个事件 就是太平天国运动 太平天国运动的这个背景 我们也不需要再详详细细地跟大家介绍 从细节的角度 从微观的这个角度上来说 实际上生活在广西的这个洪秀泉 他们的和他身边的那些人 这些山区的这些居民 他们最早先从事的职业当中 有很大一部分就是为平原的这些染坊 生产蓝电 种植蓝草的这些山区居民 我们看当国家的税收下滑 但是国家所要面临的种种的问题 要驱逐这些外来的入侵者 要和要重建新式的这些军队 来重建国家的这些边境的安全的时候 他只有通过增加税收的这个手段 来维系自己的整个国家的运行 但是他的税收获得的那些对象 又是普通的这些生产者 这些来自广东山区 或者平原上的纺织的工人 他们也受到了这个很大的 外来商品的一个冲击 当他们失去了原先属于自己的这些市场 收入也面临下滑的时候 国家的那个重负 将成为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们看到这样两种趋势 你看从上而下 从下而上 最后的受到这样子两股力量 相互对压冲击的 所承受的那些呢 都是普通的这些生产者 当这些生产者实在没有办法 来应对自己的生活的时候 他们就走上了太平天国 来推翻清朝统治的这么一条道路 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 我们是从一个很小的这个角度 蓝染布的这个角度 来重新的审视了清朝的命运 我们传统上会认为说 因为清朝由于腐败 由于各种的军事经济 这些很宏大的这些缺陷 导致清朝的灭亡 但是呢 如果我们从一个物质交换的角度 我们可以看到 清朝也曾经试图对自身的命运 做出一个很好的一个回应 但是由于长期以来 清朝已经把自己 远离了这个国际贸易 国际经济交流 很宏大的这么一个舞台 那么他在最后 试图反抗一击 扭转自己命运的时候 就显得非常的乏力 他已经没有足够的这些物质 生产了这些网络 来支援支持自己 再一次回到 世界经济舞台的这个主流 那么最后清朝的命运 就这样被决定被改写了 这样一个故事 给我们今天可能也会有一些启发 就是在国际经济舞台上 我们需要永远保持 与国际发展的这个潮流保持一致 不要让自己自外于世界发展的 整个大潮之外 那么只有这样 才能让我们中国的经济也好 政治军事等等各样 每一个方面 都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灵 那么这个我想就是今天 我给大家分享的一些 主要的这个内容 谢谢大家 谢谢经文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演讲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话题 包括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 是从小见大的 然后我是觉得有点没听够 因为您了解到的东西 包括您的这些故事太多了 可以再给我们来说一说 或者我们的观众有哪些问题 可以把自己的思维放大 然后把你们想知道的 全部由赵老师给你们解答 好不好 那有问题的可以举手我 张老师您好 你好 我本身就是一个蓝染布的爱好者 然后这个是我在云南那边 做天野调查的时候说来的 但是我穿这个时候 很多人会觉得 这件衣服是来自日本 然后后来我了解到说 日本他们也有自己蓝染布 而且他把蓝染布作为一个民族 他们整个民族的一个象征 所以说这个是非常统一化的 跟蓝染布在中国的命运非常不一样 所以说您能解释一下 这是为什么吗 为什么在日本它成为一个代表民族性的一个国民颜色 但是在中国成为一个革命的导火索 好的好的 您也是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 秉持我一贯的这个比较乐观的这个心态 我认为说在中国古代的这个有很多的这个纺织 这个传统肯定要比日本要更长久一些 我们比如说看这个国家宝藏那个节目 我们就看到中国不仅仅因为这个蓝染布 蓝印花布它出现的相对较晚 它有两种重要的这个元素 一个呢是有蓝电这个燃料 第二种是棉布 因为在所有的这个纺织品当中 这个棉布对这个蓝电的这个着色效果是最好的 但是这两种物质物质产品呢都相对出现的较晚 中国在那个元代明代以后才慢慢的在整个世界里开始流行 那么对于中国来说 我们从那个汉唐的这个角度上来说 我们在汉代的时候比较上黑或者上红 在那个唐代我们说的这个圣唐气象 我们还有其他的那些植物的染料 比如说用核桃皮啊用黄枝籽的那个 那种枝叶 我们可以染黄色红色 那可以使我们的这个服饰更加的绚烂多彩 我倒不一定说是这样这种蓝染布被日本 日本的这些这个应染爱好者他们拿去了 我们觉得说对我们有一些这个有些担心 我倒是觉得说因为我们中国可以作为 这个传统纺织业里头 我们可以代表我们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我们可能比它们更丰富 我们有五颜六色的这些颜料 也有各式各样的绫罗绸缎 各种各样的这些纺织原料 那么反而就让我们可以一种更加开放 更加包容性的态度来对待 比如说蓝印花布这样一种 少数的这么一种纺织品 在日本流行的这个态度 因为我们太多了 我们还可以开发出来 具有中国文化符号 独特性的 有那个汉塘风格的 其他五颜六色的这些布匹和染料 都可以进一步地开发 丰富我们的文化生活 都是可以的 是这样 我们要感谢张经纬老师 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段演讲 先把掌声送给他 同时呢 也感谢您收看我们这一期的 世界大讲堂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 二维码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 下一周再见 接着为您播出 笑逐言开